现在时间上午七点整 复兴艺文馆 黄信丽制作主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长期的跟大家分享很多美丽的长笛音乐 还有他自己的音乐教育观 以及他在研发低音长笛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干苦的 庄清琳 庄老师在我们的管理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音乐 同时也来感受一下潘宗贤 潘老师 在长笛这条路的心路历程 以及他所举办过的几场音乐会 挑出了其中两场里头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跟大家在空中分享 人文飘香 好 欢迎庄清琳 庄老师 老师 老师 新年快乐 拜个早年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现在你看不到大家 是 好 潘宗贤 潘老师 新年快乐 新年姐好 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先祝福新年快乐 对 今年是虎年 福虎临门 笑开眼 三阳开态 吉祥诵 我叫讲福虎 好难讲 好难讲 跟那个发灰一样 花了半天不要灰 灰不出来了 对 福气的老虎 福虎啊 对 福气的福嘛 虎啊 对 新年的时候就是要迎接虎年嘛 就要有福气来嘛 对不对 然后 虎虎生风 对不对 用台语比较快 好好 我知道老師你閩南語很溜 可是今天我們沒有辦法 用閩南語全稱的來介紹節目 怎麼可能 就用閩南語來講古典音樂 那阿班可以嗎 沒有辦法 通通都不行 那我們就用我們最開心的 這個介紹方式來跟大家分享 過年到了 兩位都是男士 在家裡要做一些比較粗重的打掃工作嗎 這個阿班先講 因為阿班有潔癖 家裡打掃乾乾淨淨 真的喔 打掃 一定會打掃的 天天 天天打掃 過年就省一點力氣 過年是總打掃 總打掃 這樣子 過年還是會 就是主要是窗戶 因為我覺得窗戶平常也不太可能去 去清 主要是窗戶 窗戶掃完大概就全部結束了 這樣子 你那個地方 其實還算乾淨 圓山捷運在附近 現在比以前好多了 對對對 像我們住的巴德路 現在好很多 就是落成好像比以前好很多 沒有像以前那麼嚴重 可是過年還是要清掃一下 沒有大掃出 沒有阿老師 沒有 那你是 平常就打掃 這種觀念其實很重要 是啊 不需要搞到過年的時候 好忙到你的這個腰痠又被痛的 然後呢 等到整個清潔完了弄完了以後 真的是精疲力盡 打掃完年已經過了 打掃完年過了 那太誇張了老師 然後又不需要準備年菜 現在買年菜太方便了 或者是到外面去圍爐 去包餐之類的 阿爸要跟他父母親 對 回去父母家 我們是要小孩來 跟我們回家 回來跟我們過年 那不一樣 不一樣 好 那我們今天用音樂 大家也一起來歡度 即將到來的春節好了 其實音樂裡面 長笛是最能夠吹出那種很高亢的聲音 又很能夠讓人振奮的聲音的對不對 你有沒有聽過長笛聲音 聽了以後讓你覺得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還沒有耶 你有吹過那種讓你雞皮疙瘩的是不是 我有看過的老師在示範 我老師就是美國的老師Bernard Goldberg 他在示範一些小的曲子的時候 會讓我看到那個當場他要做的畫面 那個是很難用言語形容 因為那個其實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但是當場就會覺得 哇老師怎麼可以吹得這麼棒 你看那個幾十歲哦 七八十歲才有可能 可是那時候氣不是會比較弱了嗎 他控制得很好 而且他不是吹超難的大曲子 他其實吹的是很簡單的小曲子 可是越是簡單的曲子 越難表現 所以那個Golbert他們有個形容詞 就是他們是美國的法國派 為什麼說美國的法國派 在這個在所有的長笛音樂裡面 不管創作也好演奏也好 美國的法國派都 法國派總是覺得被遵從的一個 因為從聲音的立場來說 從音樂的剛剛阿潘講的那個簡單的線條 越是簡單的線條 在法國人很多好的法國音樂家 都會覺得讓你覺得很圓融 那一些特別是跟一些小品有相關的 到年紀很大以後才會吹小品 對 我看過一個小提琴教也是 那個伴奏是阿格力錫 那偶爾會在電視上出現 那個年紀已經很大了 那個琴我覺得不知道什麼琴 為什麼聲音會那麼烈 可是當它拉起來那種 它沒有 已經沒有什麼什麼什麼節奏不節奏 它的節奏非常非常自由 能在阿格力錫的伴奏之下 讓它那麼自由 我覺得是神 就是像Gobert一樣 我們看到很多好的音樂家 我常常離家特別是 我常常說 有些年輕小朋友開眼智慧 我問他們說 你們可不可以吹一些小品 不會喔 機會難度 我要秀一下 對 這個 這個 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但是我 年紀大以後才知道小品 多麼困難 小品的困難 對潘老師來說 我覺得那個就像是民謠一樣 就是我們一般在傳唱民謠 可是民謠 你要怎麼樣唱到別人聽到 覺得非常的感動 還是只是 我很熟的曲子唱得很開心 旋律很 大家都熟悉了 這樣子 但是如果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民謠 然後唱到你 聽到心裡都覺得 好像快要沸騰了 我覺得那個才是功力 我覺得我會發麻 對 就像老師說的雞皮疙瘩 對 我曾經在紐約 念書的時候 我聽到那個時候是 柏利亞的長期首席帕弗德 他開了一場獨奏會 那其實獨奏會前面的曲目 我不記得 我只記得最後一首是普朗克的 法國作曲家普朗克的作名曲 那這首曲子在台灣 是非常非常常演奏的 流行 對 非常流行 他不管是演奏會或者是 最常遇到就是學生考試 會吹這首曲子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個 我是覺得說 怎麼又是這個曲子 感覺很無聊 對 我覺得很無聊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那就吹吧 就聽吧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 我聽到普朗克這首曲子 我會聽到血液就快沸騰起來的感覺 為什麼有一個人可以把第二樂章 那幾個音其實沒有很難吹 看起來就是這樣 簡單的幾個音 四個音而已 對 就那幾個音 為什麼可以把那幾個音吹 讓我聽到 我在我本來是有一點不耐煩的 聽到之後覺得說整個人都融 而不是融化掉 是沸騰起來 血液沸騰的感覺 這個 這個也是 有多多豎起來了 對對對 讓我非常的驚艷這樣子 對 帕悟德的確是 在我們這一代長笛家裡面 甚至他在演奏的 音樂的能力上 超越前一倍超越太多了 因為他們受過太完整的音樂教育 完整的音樂教育 不是只有演奏的教育 而是跟音樂相關很多周圍的東西 的文化能力跟程度 是 因為我們曾經也跟帕悟德 那種短暫的接觸 因為他來台灣 阿潘還有跟他一起合照的照片 對 非常的親切 跟我們大家一個一個合照 對 那這是一個 我有一次他也來台灣演奏 然後晚上有個宵夜 然後一起去吃完 那他看到我的手 我那時候手受傷 他就說 哇 他覺得很遺憾 看到你的手這樣子 他說I'm sorry 就是那 他會關切人 關切 你的手怎麼這樣子 這個 他覺得非常不好 以後是不是可以拿著長笛吹長笛 對他來說是一個 他會關注 他會看到 看到 然後他就覺得很關切你的問題 我是沒有想過他會對著一個陌生 但是我對他來說是陌生的 他只是頂多一兩次面這樣 但是他會關切到 這是一個音樂家 他的人文程度可見一般 所以我看過這麼多音樂家 場笛家裡面 特別是場笛家 在整個音樂圈裡面 我們覺得最棒的是鋼琴家 第一個想到哪個鋼琴家是誰 然後小笛琴家 或大笛琴家 場笛可能是會稍微後面的考慮的 去提到這個場笛家這個事 可是我覺得 對我認知的場笛家裡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有人文氣息的一個音樂教 是 好說到人文 這個學習的深度 那潘老師 潘宗賢潘老師呢 你到了人文蕙翠的紐約去深造 這個是不是帶給你滿滿的收穫 是 因為當初考慮到一些因素 然後就想說 如果我沒有辦法在國外待很久的話 我要怎麼樣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就得到最多的東西 看到最多的東西 所以我聽我學姐的建議 就到選擇到紐約去念書 因為我想說 在這個地方應該是最多 就是如果在美國選一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就是會選擇紐約 然後我想說它是最多的資訊在那邊 所以 而且不是只有場笛 就是不至於音樂 其實我後來去念書 我發現它有很多的藝術表演 其實也會給我們很多不同的想法 對 所以這是我當初的想法 那我另外一個比較簡單 比較方便的做法是 因為它因為是英語系的國家 所以我也不用再另外去學 另外一個語言 對 然後時間上的話 我也可以比較確認說 我兩年可以確定 不會像歐洲有些地方好像 像法國好像 考級數那個有時候很難講說 可以待到多久這樣子 對 這是我當初學紐約的原因這樣 您所收聽的是 復興廣播電台兩岸資訊網 收聽頻率 台北AM594千赫 台中AM594千赫 FM107.8兆赫 高雄AM594千赫 鎖定復興電台 鎖定兩岸資訊 大家好 我是移民署國際 執法事務組組長張文秀 即日起至111年1月31日指 以其外來人口 可以免費接種COVID-19疫苗 不會通報資安機關查處 請雇主及仲介轉支 並鼓勵他們出面安心接種疫苗 以保護自己跟朋友的健康 想請請上移民署全球智信網查詢 以上廣告由內政部移民署提供 每一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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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是我們 都要不斷 還有不斷 也不斷 並無法斷 更多的是我們 都要不斷 很自然 希望我們 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选择其他的国家去深造 而到了美国纽约 那么在美国纽约两年的时间 他的收获情况又是如何呢 很多学长地的人 大概基本上80%都到法国去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 第一个法国的学位 不是光法国 就是法国巴黎师范音乐院 在台湾被承认被降级 第二个就是 被降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可是德国或者其他 开始就往德国那边疏散 而且台湾的学期的人口 特别是长地人口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人口就是指职专业学长地 现在人口下降很多 所以好像在巴黎那边的 被台湾的认可的程度越来越低 对 可是在潘老师那个年代 还是在法国很受到 对大家学长地的人很欣赏的地方 那时候去巴黎很多 对啊很多啊 可是纽约 纽约就是一个人文会脆的地方 是啊 它不是只有音乐 其他所有的表演 所有的艺术的概念 在那里活跃的程度 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很多 而且在纽约的话 其实你会遇到非常多不同的人种 在那里生活 如果我今天选的是比较中部的一些小城镇 你可能就会只会看到 纯美国纯白人的一个社区 那当然不是说这样不好 而是说既然我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念书 那我是不是可以到一个比较多一点 刺激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人种可能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做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就是去纽约 而且是纽约市不是纽约州 为什么 因为就是比较市中心嘛 特别是我们讲那个纽约市区中心 所有的表演 所有的舞台艺术或者是艺术表演 几乎都是集中在那个地方 纽约州也很大 若区的河边叫什么 什么河 对就是也很 当然主要是因为 看上这个表演越多的地方 那的资讯越多 像假如说我去巴黎去哪里 当然去 不不假如我去法国 去法国就去巴黎 巴黎是所有表演最精致最好的地方都在那里 德国去哪里就几个城市 柏林吧 木连河啊 对啊 或者汉洛威啊什么之类的 汉洛威不算大 那到英国去伦敦啊 对对对 就是之类的 都去美国去 去日本去哪里 去东京啊 之类的那种 就是医术表演 就是在都会去 所以后来你就申请到了纽约市立大学 对 对我申请的是纽约市立大学 因为还有很多的分校 其实我当时有申请 Queen's College跟Brooklyn College 那后来我是去Brooklyn College 因为我主要是 因为那个跟老师有关系 因为我很喜欢我 我的这个指导教授 因为他教的东西比较像是 偏向是传统的古典音乐 那再加上虽然他是美国人 可是他的师承很多 其实都是法国的老师 包括很有名的Marcel Moyes 或是Georgie Borre 就是这些都是从法国来的老师 所以虽然我没有亲自去法国上课 那可是我觉得我得到一些资讯 我也不要特别讲说是法国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我得到非常好的教育跟训练 是 好 老师你是没有到美国去留学 没有 我哪里都没有去 但是老师他有走很多的国家 他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回来的学生 是 其实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机遇 因为我当开始真正深入接触到长堤的时候 是刚好台湾正在开放的时候 无论经济上 无论是人文上 或者说台湾对外的对内的都是更 非常 非常蓬勃的时候 正开始蓬勃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运气很好 那当然我后来有很多机会 在暑假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后来有很多机会 就开始有机会把大家集合起来 这个 从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身上 看到很多新的讯息 其实 那这个讯息 加上我原来对音乐的敏感度 或者音色的敏感度 是 所以我从那里面去摄取到很多 我自己重新组合 把传统的老的概念 加上我自己本身对于那个反应度 加上他们新带进来的那些很好的讯息 加上我自己一直往外跑 特别是暑假的时候 每一 那个我连续大概幾个暑假 多是在日本 或者在美国 在欧洲这样跑 那当然不是故意去 心态上是去玩 可是其实 出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 过去的时候 没有看到的事情 那为什么事情 是因为所有生活态度都不一样 那生活态度 生活习惯 跟生活里面品位 就会影响到 后来回来的时候 重新去组合 那这个组合时间要很长 非常长 这可能就这三十年 重新去组合这些时间 所在外面所看到 所学到的一些 包含一些生活经验 包含碰到小偷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都是 对于一个生活态度来说 都会增加一些 在组合音乐的时候 一个可能新增加的一些东西 元素了 可能就生活的元素 是 所以庄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潘忠贤潘老师 你在纽约 有两年的时间 对不对 那你的生活经验更丰富了 对 还是 一直就是环绕在音乐的圈子里 当然 基本上应该是学习的 所以你 你比较多的时间 我花时间 对 比较多的时间 还是在学校这一块 但是我那时候 比较有趣的是 我可能每个月去 像买菜一样去买一下 买一些表演的门票 对 因为我会觉得说 既然来了 那我就去看 而且他们其实有一些 比如说给学生的票 或者说你提早去买 你可以买到很便宜很便宜的票 我记得有一年 我去买到 那个卡丽拉斯的票 然后是 在卡丽基音乐厅 你都进去了 对 然后很便宜 大概好像才20块美金 但是 我后来发现 我的位置是最高 最边边的一个位置 带望远镜 对 要带望远镜看得到 可是因为那个 卡丽基听的音响非常好 所以其实你就算坐后面 你还是听得很清楚 对 还有一次我是听 永乐爱乐 我坐到椅子 不是一般的椅子 因为一般的音乐厅的椅子 它是固定的椅子 我坐到的是像 像这种 可以 零食 零食排气 可是它还是有号码 它可能已经就是 可能也许没有那么多人 然后就把它拿走 就不卖这个位置 可以移动的 对 它人多的时候 它就把那个板 不能讲板凳 就是这种可以折叠的椅子 它就放在那边 然后上面有号码这样子 对 虽然是很客难 就是比较客难 不是在很高级的厅 可是我觉得 就一个学生来讲 其实你最重要是 在现场听到这些东西 对 而且有机会进到 这样子的表演场所 我没有去过卡丽基 很遗憾 卡丽基很棒 卡丽基真的很棒 不用遗憾老师 等疫情结束以后 你还是有很多机会 我可以讲我其他的 对 我第一次去维也纳 然后就去维也纳爱乐 精听 那叫精听 买了战票 还有战票的 看电影都没有战票了 现在在听乐观也有战票 对 都有战票 然后在那边听 大概90分钟 或者80几分钟 听心目中的维也纳爱乐 有 那个维也纳爱乐 对台湾来说 都特别是学古典音乐的人 多么重要的一个 那就是一个非常指标 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对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 印象太深刻 然后就站在那边听很久 但是我后来觉得 最好的音乐都没有 假如自己不是很舒服的话 在那边开始很兴奋 后来很快就疲倦了 最好的音乐 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好听 是 那个是很这个 所以人在最舒服的状态 听到声音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跟你的生理状态有关系 这是我那时候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老师刚刚提到那个站着听乐会 我也有同样的经验 我更累 因为我要站四个小时 哇 这是什么 跨年吗 不是 是听音乐剧《狮子王》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狮子王的票很强 我其实都买不到 后来好不容易他就买到战票 而且他的战票不是随便站 他是在 就是观众喜的最后 他有一排 那上面还有号码 你就是站在那号码那边听 不能乱跑乱动 对对 他有固定位置 他不是让你随便乱跑 所以你只能站在那边听 那那个 我记得那场是四个小时 所以还好 那时候还年轻 就站四个小时听 但是很过瘾 因为他的整个表演 剧情 剧情 还有他们那个剧的制作 他们那些舞台上的表演 是非常精彩 室内的 白老会 对 你一红额还好 可能那可能就一千个位置左右 所以不像那个 维恩奈、艾跃经厅 那舞台前面 他可以从那一千一百个位置 站那后面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视觉上不是很影响 因为站的时候 如果有个高度的话 你会纵观全局 但是都是看 就是你会觉得 那个不是一个很好 比较没有坡度的 看音乐的地方 充其他 它只是一个听音乐的地方 位置 有那个像 大都会歌剧院 就是 它好像有四层的五高吧 然后如果你坐在这后面 你稍微往下看 你看 看那个舞台还好 因为舞台当然是四层 它会有不同层 不同的 同时在演出 但是你如果往下看观众戏 你会有点害怕 因为它很像是悬崖 因为它是很斜的 大都会歌剧院 对 它有点像是国布纪念馆那种 那种场景 可是它感觉更斜 因为它更高 我们现在高雄的魏武营 就是这样子 我这个 比如说在那个舞台后面 舞台后面 其实我觉得设计的非常不好 就是 位置很深 所以你这样 如果你坐在位置 看出去 大概只看到前几排 就看到指挥在你面前 然后可能只看到小提琴 两三排 后面的馆域根本就看不到 我觉得魏武文 虽然声音不错 但是舞台 舞台设计 买到那个 买到那个 对 买到那个舞台后方的 那就 辛苦一点了 所以你要一直 头要一直探紧 对 从头到 然后也是只能看到 幕馆最前面的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但是声音是不错的 演剧应该还好吧 舞台剧 它的剧院不错 魏武的剧院很好 但是因为我是买到最后的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例很好 但是如果像在国附纪念馆 那就不是一个好位置 假如从后面看到 舞台上 那人只是一点点 所以那个是一个不好看戏的地方 除非你买到中间前面一点 那花多一点钱 那通常如果像阿潘 买到那个20块美金的 最上眼镜 最上眼镜 我们都会戴望眼镜 一定要戴望眼镜的 对 我也是在百老会看了一次 那个越南西贡女子 我那个舞台技术就非常有趣 那因为去观光了 所以那次你阿潘应该在 在哪边 纽约 纽约 纽约百老会 那我们那次就是谁 或者第二年 1996年 我还没去 1997 我是98年去 那那次是1997在直加哥 对 直加哥我有去 对 在直加哥看 看西贡小姐 不是不是 在1996 1996在纽约看 那个也 这个樊老师带队也去 看 看表演 看表演 去参加NFA 但是没有表演 就是只有我在说那一把 那个满目就是那个脆 帮笛的 足笛子的脆口 做了一个 足笛子的 长笛的 足笛子的声音这样 那第二年就 跟着我带团 去 然后在直加哥 那次也很 很不错 也是进剧场 那次是在博物馆 美术馆 美术馆 美术馆的声音 直好 我们都很难想象 为什么在美术馆 这边比教堂还好 他们是比较新有注意到音响设备 没有 它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因为像在大都会博物馆 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它那个埃及的那个厅 也是有固定的演出 然后那个厅 它可能是因为很空旷的关系 所以它的回音很好 所以在那演出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好 对啊 所以印象最深刻的演出 是在 在那个直加哥 是啊 声音之好 所以我们 就那个 其实大家演出 是声音 速度就自动 全自动的就慢下来了 因为那个声音 回来得太好 太饱满 你就不会去急着 要去接下个乐剧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 音乐家的心理状态 知道 这个声音回来 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们后面 就接下去的乐剧 就不会急着接下去 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 我想对音乐有经验的 或者演出有经验的 都会有这种感觉 是 所以能够出去到处 走走看看 听听 真的是胜读万卷书 对不对 这的确是 所以阿班在 纽约到两年 是看见全天下最好的表演 所以你的选择是对的 没有到法国 在美国纽约 两年的时间 忙着功课 但是呢 也忙着去做很多 人文的吸收 对 我也学他们 就在那个 中央公园那里野餐 野餐 因为中央公园也餐 其实很多人都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出去了 你不是只有在 不是一个观光课在看别人怎么生活 我觉得 要融入 对 学习这样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蛮好 因为毕竟出国念书 就是你是一段时间在那 并不是说我今天三天两夜 所以我看一下中央公园 找谁很开心我就走 可是其实你没有办法体会在那里 为什么他们会悠闲地躺在那里 是 什么叫速度 是 放慢速度 全自动就慢下来 你走到那样 你自然脚步就会慢下来 就会松下来 是 就这样子 对 嗯 所以出国去 开拓眼界 对 然后接触不一样的 这个生活环境 人事物 都是一个很棒的生活经验 好 那我们也希望 听众朋友 在今年过年 有安排出国的话 当然好好地掌握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要想好好痛快地玩 不是这么容易 我们就祈祷疫情赶快解封 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 恢复以前的荣景 所有知道以前那么珍贵 对 失去了才知道 这个拥有的珍贵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活在当下 把自己的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分都掌握得很好 我们今天才那么有幸运的机会 听到潘宗贤 潘老师呢 在美国纽约两年的时间 把自己的学位也修完了 然后带着满满的收获 回到台湾 还举行音乐会啦 举行讲座等等 同时也不断地借着你的出版 来推广长笛音乐 今天我们在迎接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也听听好听的长笛音乐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收听频率 台北AM594千赫 台中AM594千赫 FM107.8兆赫 高雄AM594千赫 锁定复兴电台 锁定两岸资讯 高中职毕业后你想做什么呢 我已经决定申请青年储蓄方案 先去工作或是当志工 累计经验 未来会更有方向 听起来好棒哦 先工作 政府每月还会额外帮我储蓄1万元 三年可以存36万元哦 那我也要参加 好哦 一起上网申请 时间到111年3月16号截止 强行请上 青年教育与就业 储蓄账户专区网站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一文响宴 欢迎听众朋友继继续收听 复兴广电台 复兴一文馆节目 我们邀请长笛家 庄清凌老师跟潘宗贤老师 在今天的管理头为我们一起 除了分享在国外的一些生活经验 或者是呢 长笛带给他们的影响之外 我们当然要分享美丽的音乐 好听的长笛音乐 像今天的第一首 蝶恋花 哇这个有春天的感觉 蝶恋花 红一峰的作品 其实这个歌曲 其实是有点悲伤的 那但是这首曲子 对我来讲一个很 有故事是不是 是是是 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 是在1997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中华民国的 管乐协会还是长笛 因为它有长笛协会 不是那时候好像已经赶到长笛协会 然后组团去芝加哥 参加美国的长笛年会 那这首曲子是其中的一个曲目之一 那我当时是吹中音长笛 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 这首曲子的独奏 两位独奏家 一个是长笛的黄真英老师 一个是吹奏低音树笛的黄真华老师 姐妹了 他们是姐妹吧 他们是姐妹 对 他们是非常棒的音乐家 那他们两个 我吹的中音长笛音乐只是伴奏的 所以其实我就是很单纯在吹 可是我整个头脑都在听他们 我整个耳朵都在听他们的演出 因为他们吹的实在是太棒了 那当时的这个版本是 原本是弦乐团改给长笛合奏团 那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演出这首曲子 那所以后来是在我自己的音乐会里面 反正音乐会的安口就没有人可以管我了 对 我就把这个就是大概大致把那个伴奏的音型记下来 然后请我的伴奏来弹这个曲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 虽然这首曲子好像对一般听台语老歌人来讲 他们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熟 没有像什么白牡丹 或之类的曲子那么熟 可是我觉得他这首曲子的旋律是非常非常的优美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安口里面 是 这个我要讨一点公道哦 是 其实这个是我去上扬买来的图 上扬 上扬 就是他委托日本一个作曲家改编 他出了一张写台湾的歌 那是通通用弦乐团 后来因为我把这个曲子改成长笛团 对 他其实没怎么改 就把声部稍微移下 我觉得应该演奏过几次吧 其中 后来去纽约那一次是 甄华 他有来参加 因为我要他 他姐妹两个吧 一起去 到纽约去演出了 然后 原来在弦乐团那个这个声部 甄华那个声部 原来是给切楼用的 给切楼 没想到 其实我也没想到 改成长笛团以后那么迷人 我们有几次后来去北海道也演出这个 北海道 因为我觉得在 如果我们这个台湾的团出去没有一些台湾的作品的话 其实也不太好了 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这首曲子主要是他因为是台湾的旋律吧 台湾的流行歌 我们年轻的时候他是一直就是流行歌 后来他这个上扬唱片就挑了几首改成弦乐团这样子 那这个在他们这个上扬的公司里面有这个存档 所以我去跟他买 那个是买了以后 然后就自己改编这样子 是 但是这个其实我也很意外 这是那时候用低音速笛 那低音速笛 我很意外是曾华那个吹的那么微晚饱满 微晚 那曾英他们姐妹两个 曾英的这个吹的是长笛的这个原来小笛型的solo的声部 读咒的声部 那这个曲子的编曲一跟三都有两部的solo 但是就是第二个章点的话 只有一部的长笛solo 跟另外一部的chello的solo 然后其他说暗三符就合奏这样 那他们两个姐妹是我 其实我在台上 我自己的鸡皮疙瘩 那我相信那个演奏会对 有在现场的这个 听众 除了我们团以外的听众 应该也是印象很深刻 所以老师呢 特别祭到了这一首蝶恋花 带来的感动 倒是我不想阿潘记忆印象那么深刻 对 我一直正在这首曲子 那我们今天 老师你说是你的团来演奏蝶恋花 可是今天你的读咒了 对 读咒会里面的uncle 对 那我们就听你一个人用长笛带来这一段 蝶恋花跟钢琴吗 是的 是跟钢琴 钢琴是 林顺银老师 一起来分享 嗯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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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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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